-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志玉,歡迎大家跟我一起Catch大前朝,先來介紹今天來賓,第一位要介紹是我們財經專家黃世聰,舒翁哥好。 - 志玉好,大家好。 - 還請到我們的朱岳中老師,老師好。 - 大家好。 - 還請到我們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嘉隆老師好。 - 志玉好,大家好。 - 還有我們的財經專家謝陳彥,陳彥好。 - 志玉好,大家好。 - 好,那麼今天一開始我們要趕緊帶你來關心的,這是越演越烈的中東情勢,紅海的危機遲遲沒有辦法落幕,不僅僅不能落幕,還越來越誇張,越來越嚴重。 我們要帶你來看每天每天,現在胡賽組織沒有再跟美國客氣的,現在已經直接放話了,以前是說你要去以色列,我轟炸你,現在是只要你是美國的船,我就不跟你這個好過。 - 好,我們來看到中東大戰,現在已經是完全蔓延到整個中東地區了。 - 好,我們來看到現在伊朗直接空襲了伊拉克的庫德族的一個聚集地,他說這裡面有以色列,大家不是說這以色列有一個間諜組織非常厲害嗎?摩薩德。 - 他說你的總部在這裡,我就轟炸你喔,伊朗現在動手囉。 - 另外我們帶你看伊朗還扣押了國際郵輪,他說我要報復美國,然後你來看這個胡賽組織,背後就是伊朗嘛,就是他在那個地方出頭嘛。 - 在他那個地方紅海,這個胡作非為嘛。 - 好,現在我們來看到這個美英聯軍直接開轟胡賽組織的一個據點。 - 所以呢,現在我們看到這葉門的胡賽組織,直接紅海上有船,我就炸。 - 好,我們來看之前呢,我們昨天才在跟大家講,美國的貨輪被他給開轟了,結果又來,我們看到最新的是,他現在呢,又炮轟了希臘的一艘貨輪喔。 - 哇,現在整個中東的一個戰火似乎已經完全的失控,現在整個中東大戰是不是已經正式開打了,施東哥。 - 對,沒錯,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中東的局勢比大家想像中複雜,那我們現在講幾個, - 因為最近為止來說,伊朗的動作越來越多,包括說這幾天的時候,伊朗突然之間空擊巴基斯坦,他覺得很奇怪,你去打巴基斯坦幹什麼,因為事實上伊朗跟巴基斯坦他們是有交界,那交界的時候他是打這個山區,他提到說他們是用飛彈跟無人機去攻擊這個巴基斯坦的,這個逼入之省的這個山區這個地方。 - 好,那為什麼要打這個地方,其實我們在跟他講,這個中東的局勢比大家想像中複雜,甚至這個,這個所謂伊朗跟這個所謂的巴基斯坦, 這周邊也是一樣,伊朗跟巴基斯坦,他們有一個叫B之路人,在住在這個地方,那這些人種現在被劃分兩個國家,部分是在巴基斯坦這邊,部分是在伊朗這邊,但是他們有一個獨立運動,那為什麼他們獨立運動,因為原本他們是個獨立國家,那他們信奉的教派叫做遜尼教派,跟伊朗的什葉教派不一樣,所以他們常常在這個地方發動恐怖攻擊,攻擊伊朗,那伊朗就趁這個時候,為什麼要這個時候, 因為現在美國可能把焦點放在中東,我就趁這個時候修理你,你沒空管我,對,我就趁這個時候修理你,所以你要說是不是革命衛隊,會準備進去逼之路省這個地方,去處理跟逼之路省人的相關的這個,相關的政治,或是說一些宗教上面複雜的問題,所以你看這個,為什麼伊朗會空擊巴基斯坦的原因在這個地方,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中東局勢來說,現在比大家想像中更複雜 為什麼,因為其實伊朗,我們可以講,伊朗距離這個敘利亞跟距離伊拉克,還有一段,這個距離伊拉克比較近,但是距離敘利亞很遠,他最近怎麼樣,他發動火箭,發動無人軍去攻擊這些地方,為什麼發動攻擊這些地方呢,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敘利亞跟伊拉克的這個,伊拉克的這些人們,因為第一個是庫德族,因為庫德族原本,他們就是在返,他們有部分也是住在伊朗這個境內,他們也是在想要進行一個獨立,因為庫德族人,大概居住在伊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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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 伊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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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總部在這個地方 就是摩薩德他們 我們知道摩薩德 就是以色列的情報部門 他說你們好像在這個地方 有你們的支部 或是有你們的人 甚至我不排除要攻擊 摩薩德的總部 所以就是變成是整個中東局勢 如果真的他攻擊進以色列 或是真的碰到以色列人的話 你看以色列人會怎麼反應 這是以色列人你看加薩 加薩這些所謂的哈馬斯組織 抓了以色列人之後 以色列是這樣 進去學習你這個加薩 如果假設你伊朗真的攻擊到 摩薩德的總部 甚至是攻擊這個 有摩薩德的人員受傷的時候 或是死亡的時候 那你會怎麼做 所以目前為止我才說 整個中東局勢 隨著伊朗開始左打右打之後 好像有一點點 伊朗跟他周邊的這個國家 有一點點緊張起來 你根本不用講 在這個地方還有紅海的問題 對不對 紅海我們到這幾天的時候 胡塞組織就說 我們現在開始又要襲擊別人 那襲擊別人 現在最新有一艘這個貨輪被襲擊 這是希臘的貨輪 叫Zagraphia的這個貨輪 那這個貨輪它是從這個 紅海南部往北行駛 也就是說它準備要到歐洲去 結果沒想到居然被攻擊 那被攻擊的時候 目前為止來說 船身有部分的受損 但是沒有人員受害對不對 但是這個潘軍就說 我們為什麼攻擊你 他說你進來這個 我們水域裡的時候 我們警告你說 你不能夠進來這個水域 結果他就說 是因為你貨輪不接受我的警告的時候 我才攻擊你的 但是無論如何 你現在怎麼可以攻擊貨輪 你當初不是說 我不挺以色列 就不攻擊嘛 對不對 他又不是要去以色列的 對啊 所以你就知道 那我就說現在 以這個胡塞組織來說 他的目標 好像跟以前說法不太一樣 對 就是不可信嘛 你看他原本以前就說 我只攻擊以色列船隻 或是往以色列的船 那現在我們昨天講到 他已經跟美國 已經攻擊美國的船 對 他現在要攻擊希臘的船 然後又攻擊這個英國的船 所以他現在最新的目標就 他已經對外放話了 就是說如果你美國的船隻 只要來到這個地方 我就全部K你 就這樣一個狀況 我的目的是要讓這個美國 失去美國的船隻 失去所謂海上的安全保證 對 所以那你這樣講的話 其實很多國家都很緊張 你會不會 你哪知道 因為很多船 他其實不會掛美國的國旗 他可能都掛別的國旗 那你哪知道哪一艘是美國船 哪一艘是什麼船 你哪知道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國家都非常緊張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你會讓整個鴻海的所有的航線 都陷入暴露在危險之中 因為你跟你原本的承諾 就不一樣 所以目前為止 他整個保費就開始往上升 因為他其實 你煤燒貨輪進去都有保費 你看他現在保費上升到7天 在平均增加大概10萬多美金 左右的這個保費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對這些所謂航商來講的話 當然他們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必須要調高整個貨運報價 因為保費其實在這個時候 也上升了一個情形 對 所以我們一直看這個鴻海危機 現在已經蔓延到整個中東 感覺好像這個美國的手腳 被這個以色列 這個感覺俄烏牽住了 所以現在伊朗 這個抓準這個時機點 你美國沒空理我對不對 以前我這個手伸出去 感覺會被美國給擋回來的地方 我現在就是毫無畏懼的 直接就去處理他們了 然後現在中東情勢非常緊張 我們會持續帶大家來做關注 但是大家覺得中東離我們很遠 鴻海危機也還好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我舉例 其實我正要去買奇異果 這個水果商就告訴我 因為鴻海危機 所以奇異果運不來臺灣 你去買買看 現在真的買不到奇異果 好所以其實這個鴻海危機 已經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了 不僅僅是像這樣的一個水果 可能生鮮 以前從歐洲運到臺灣 現在運不來了 油 可能有大問題 我們讓你來看到 這會影響到臺灣的一個公油狀況嗎 現在已經有一家殼牌 大家知道殼牌這個石油公司 很大對不對 他已經講了 他已經無限期暫停 從鴻海過了 這會不會影響到臺灣的公油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油價 中油當然趕快出來說 我們這個有安全的一個庫存天數 大家先不用緊張 但問題是中東現在的情勢 到底會緊張到什麼時候 真的不知道 所以什麼時候會影響到我們的油價呢 來問問朱老師 最直接的 大家最關心的油 沒有錯 我們目前庫存 中油說法是一百天 對 中油說有安全一百天 可是問題請問現在已經過幾天了 對 我們是這個運動 這個事情是從十一月十九號開始 是 到現在兩個月了 一百天當然也就是三個月 對 當然之前沒有完全斷 但是現在斷了 當然也不是說全部都是從這邊來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是從波斯灣 那邊過來的嘛 可是你的供應一定會受到影響 對 你不可能完全不受到影響 而且不要以為只有石油而已 你還要有石化製品 最新的消息 中油已經承認了 有 本來有一艘船 要運所謂的石油腦來台灣 對 這艘船已經受到影響了 當然石油腦它是這個 所謂的石化工業的原料 但是也是石油提煉出來的 所以這艘船本來是要從鴻海來台灣 是的 現在這艘船說 沒有辦法來了 會delay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到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對 那你說會不會影響 那我想陸陸續續的問題 都一定會發生 再來至於講到的 奇異果買不到了 大家想到奇異果不是澳洲紐西蘭嗎 你誤會了 澳洲紐西蘭的奇異果產季 是在夏天 大概四月到十一月 請問現在什麼時候 冬天 冬天奇異果是從義大利那邊來的 是從南歐來的 包含了義大利 包含了葡萄牙 包含了希臘 現在他們是產季 對 你請問他們不就是在這個地方嗎 所以真的吃不到奇異果 不就在地中海沿線嗎 當然不會說吃不到 可是你吃到的東西 我真的有買到 但是切開來裡面是爛掉的 對 這就是個問題 因為本來我很近 我從鴻海從這邊出來到亞洲很快 可是我現在地中海這些沿線的國家 我必須繞這麼大一圈 我本來對我來說多快 他會比大部分的國家會花更多的時間 那尤其這些生鮮食品 他們本來要用冷藏或冷凍的貨櫃 結果一delay多了十幾天 就算沒有爛掉也都更不新鮮 是啊 你怎麼會不受影響呢 還不是只有南歐的這些奇異果或其他東西 還有一個更慘的叫做埃及 埃及 埃及 紅海不就跟 他就在紅海旁邊 對 埃及的東西本來從紅海出來多快 非常順暢 你看他嚇他多冤枉 埃及現在產什麼 他好像產我們冬天過年都要吃的橘子 對 柑橘類 他其實是柳橙 柳橙是榨汁用的 榨汁用的 不是直接我們吃的那種橘子 可是問題是他是全世界第三大的生產國 所以接下來 聽說他有很多柑橘類都會有 都是運到東南亞 中國 對 尤其他是中國的第二大進口國 好 第一大是南非 所以你想 埃及本來從我家旁邊傳出來就到了 結果現在必須繞地中海 繞多大一圈 你看他多冤枉 而且你也不要以為埃及只有這些東西 整個東非國家這些 他們其實除了這些農產品之外 他們還有很多的原物料 礦產 譬如說像我們可能比較一般人不會接觸到的 石灰 水泥 乃至於各種金屬礦物 我本來都是從這條線出去的 結果現在通通都會受到影響 這些東非國家本來不就是沿著洪海什麼沿岸嘛 本來對我來說都很快 結果現在莫名其妙我要繞一大圈 你看增加多少成本 我聽說連咖啡都會漲價 對啊 非洲大家不要忘了 非洲也是很重要的咖啡山產地 伊索比亞不就也就是在靠這一邊嗎 對 所以都是因為運費之後接下來很麻煩 所以所有的物價上來 難怪大家很擔心 洪海危機會讓通膨整個又壓起來 確實會喔 因為而且這已經是現在其實 就如剛剛提到的嘛 剛剛市長講到了 你現在整個運費提高了第一個 第二個保費也提高了第二個 第三個船員的薪水也都增加了 之前馬斯基不是本來說 我還要繼續走 因為那時候喊出來說 我給船員三倍薪水 因為你要船員拿命去跟你運費 結果沒發現 結果人家照攻擊嘛 所以馬斯基也嚇到了 所以他後來才整個停航嘛 所以現在就發生一個問題 不是只有這些 以前就如剛剛志一開始說的 我以前都是覺得 我只要不去以色列就沒事 現在他幾乎就是無差別攻擊了 所以之前呢 譬如說像日本的三大船 他們本來說說 那既然這樣子 那我就 往以色列的我就都不走這裡 結果我現在發現苗頭不對了 我所有的 往那邊的船 我不管目的地是哪裡 我一概通通都不走 大家全部往下繞 那你看這個問題多大 那剛剛是說從這邊過來的 那從亞太地區過去的 那就誰 澳洲紐西蘭 澳洲紐西蘭不用我多說 大家都知道他們原物量很豐富 那其中澳洲肉類也很多 那也是一樣的情況 你想這些肉類從 本來我也是很快可以過去 現在我又要繞 又是一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一直想說歐洲的東西出來 但其實外頭地方也過不去 亞洲的東西也要過去 英國他們的肉已經開始缺貨了 都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在上一次不就已經講過 汽車零組件 大部分都在亞洲 所以過去有問題 那現在再加上這些生鮮食品 農產品 還有一些其他在亞洲主要生產 譬如說陳衣 陳衣還有什麼 時效性的問題 我現在東莊要過去 搞不好到那邊變村莊 那怎麼辦 那這就是問題 是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洪海危機 大家不要以為跟我們這個好像很遙遠 其實已經慢慢的在我們生活當中 你會看得到我們都會被受影響的 但是你看到整個中東的大戰 現在已經爆發了 這個地緣政治的一個衝擊 也影響到資金挪移了 你看到了這個金融市場 昨天的一個大震動 看到了臺股外資在抽腿 為什麼 覺得要打仗 好危險 所以錢趕快溜 回到避險的美元去 我們看到現在的整個這個地緣政治的狀況 你看到惡物戰爭還在打 你看到南北韓 那個北韓一直說 那個就不是我家了 這個感覺好像接下來什麼意思 然後你看到解放軍對臺灣 不斷不斷的有一些軍演的恫嚇 你看到中東的一個情勢 這都影響到外資整個資金的挪移 你看到了台股的重挫 看到了台幣的一個重貶 錢都在往外走 這會怎麼影響到 大家整個金融市場的一個變動 問這個張老師 現在看出來全球金融市場有所謂的恐慌 或者小恐慌 就出現賣壓 那表面上的理由叫地緣政治衝突 那因為你剛剛說了 就是如果市場避險情緒上升的話 那麼美元資產作為一種避險功能的資產 美元會走強 所以我們最近看到美元指數有 稍微這個繼續走強一下 然後反過來講 非美貨幣包括日元台幣這些 人民幣韓國貨幣這些都會貶值 對 就是相對的 那問題是這樣 表面上是有地緣政治衝突 不過露線了 露線啊 對 因為如果 因為地緣政治衝突 讓市場避險情緒上升的話 你覺得黃金應該漲還跌 漲啊 對 可是黃金是跌 而且黃金在今年1月以來 今年開年以來 黃金是在盤整 在2030到2050美元這個區域盤整 然後1月16號還是下跌的 你說你跟我講 避險情緒上升 這怪怪的 對不對 應該是說表面上 確實有地緣政治衝突 上升的這個情形 但是那個金融行情 更重要的推動力量 是美國的避險 那個降息預期這個消退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還是那個降息的問題 金融因素才是重點 沒有否認地緣政治的影響 我們等一下會列出來 但是為什麼強調金融因素 才是關鍵呢 你看 外資這一次賣台股 賣的主要族群是金融股 對 外資在賣金融股 是 金融才是主題 但是他會告訴你 地緣政治衝突很厲害 也沒錯 地緣政治衝突是有 但是我說真正厲害的 關鍵的因素 其實是金融本身 好現在我們看一下 幾個地緣政治因素裡面 現在頭號的是紅海 紅海問題 然後兩岸緊張 因為從現在到5月20號上任 這段期間 中共肯定有兩會要開 他也要對內交代 所以會對台灣擺出強硬姿態 賴清德上任之後的三個月 也還是觀察期 所以估計從現在起到8月 到8月 中共都會擺出強硬的姿態 那擺出強硬的姿態 告訴美國說 如果你要我乖一點 不要惹台灣的話 那你給我一點好處 比如說高科技禁運的話 是不是鬆一下 對不對 所以對台灣的一個強硬 其實是他要去跟美國 談判的籌碼 等一下他可以跟美國談 你要我乖一點可以 你給我一點交易 這樣子 所以這個另外 朝鮮半島 北韓也參一咖 說把韓國列委 頭號敵人 對 然後在南海的話 原來中國跟菲律賓 不是在一些島礁上面 有爭執嗎 所以你看 朝鮮半島 台海 南海 中東地區的紅海 這些有地緣政治的問題 還有烏克蘭戰爭也還沒結束 對不對 還在拉鋸 所以這樣看起來 的確有地緣政治風險 但問題是以台海為例 選前的時候民調 你外資不會看嗎 會啊 選前民調的話 賴清德比較領先 如果賴清德真的如民調 那樣預測當選的話 那也很正常 你心裡有數 你怎麼會拿這個 再做理由 對不對 然後這個 另外提到台積電的毛利下降 蘋果的那個銷售低迷 還有鴻海這邊可能衍生 那個供應鏈又斷裂 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都合理 也都存在 但是他們造成的影響可能 意思一下啦 走過場 真正讓行情有大變動的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 美國聯準會的那個 降息預期 現在得到修正 第一個原因是 因為通膨緩彈 現在最新的數據 整體CPI 從本來的3.1 緩彈到3.4 然後再來就業市場仍然強勁 就業人數超過預期 新增就業人數超過預期 然後每小時的薪資增長率 在4%以上 在4.1% 然後失業率又降到3.7% 所以這個讓大家覺得 對抗通膨的最後一里路 可能有困難 然後降息可能就黃掉了 三月份大概沒希望 六月七月可能還有問題 所以降息的預期心理退燒 這是主題 就是主要金融市場 最近震撼的原因 所以美股就跌了 美元指數漲了 還有美國十年期公債 殖利率也走高 對 所以這些現象 主要反映的是 降息預期心理的退燒 那教導老師 這個我們要看到什麼時候 會讓大家覺得 好像還是會降息 是不是要慢慢看 下一次的CPI 對啊 就是二月初會公佈新的數據 然後三月份的利率會議之前 三月初還會有一次數據公佈 是 那這兩次在三月份的利率會議 才是觀察的重點 是 還有兩個月的那個 經濟數據要出來 所以在此之前 金融市場可能就會被壓抑 但是這樣 聯準會有一個觀察 就是扣除食物能源跟住房的CPI 而且再加上年性的 已經連續三個月跌破3% 八月份的時候是3.02% 再來是2.92% 2.98% 2.76% 已經連續三個月低於3% 這個關鍵 然後這個數據 比較有持續性 所以通膨下探的話 這個是聯準會有把握 通膨會下探 像2%這個目標靠近 所以降息是一定就是遲早的事 另外實質利率現在超過兩個百分點 只要通膨下降的話 利率下降是OK的 但是可能不會像市場以為的有6碼 像6碼 是這樣子 所以可能時間往後延 然後可能這個降息的一個 另外有一個數據 度少一點 另外有一個數據 不是同比是環比 就是跟上個月比 是那連續六個月加起來 乘以二 大概可以預估 那個全年的通膨 是這個數據 目前是2.6% 那已經 就是通膨 對通膨有希望繼續走低 對所以聯準會要觀察的是 這個緩彈是不是短期現象 目前的緩彈是不是短期現象 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才是主軸 我覺得 這也是為什麼外資在賣金融股 OK 好所以大家擔心地緣政治 那其實這個江老師點破了 其實應該是這個聯準會 降息的一個這個時程點 可能會往後延 這可能才是這個外資 在這個拔腿就跑 比較重要的一個原因 好 那麼繼續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了 這個是日本企業 以前我們都覺得 日本企業就是一生懸命 什麼東西都要做到最棒 但是從之前你看到了 這個豐田旗下的子公司 也會造假 你就覺得 我對日本的印象 是有一點弄錯了嗎 結果現在帶你來看到 連Panasonic松下的子公司 他也驚爆造假 而且他們自己出來承認道歉 但是他告訴你 從一九八零年代 就這樣一直到現在 怎麼會這樣 因為十二號出面道歉 他說真的 他幹了什麼好事 他說呢 他們有一些加電汽車的電子零件 然後這電子零件裡頭 五十二種產品的阻燃數據 就是那個抗燃燒的一個數據 他們造假了 而且時間可以回溯到一九八零年代 就是他已經造假好久了 造假幾十年 好他現在道歉 但是他說我是造假 但也沒怎樣 他說我就沒有發現有故障的問題 所以他們不會停止出貨 也不會全面召回產品 但是大家聽了就會緊張 這個東西這個阻燃的係數被造假 你有這麼多的一些相關商品 到底是哪些商品 他也不講 然後他也不告訴你 他就說對了 我就是造假 那到底是怎麼樣 日本企業為什麼都一直會發生這種造假的問題呢 問陳妍 其實這個造假的事件出來以後 我們心裡面在想的一件事情是 第一個日本的企業過去就是以高品質高標準 對不對 他幾乎在全世界就是日本跟德國 對 就他們做的產品 大家不會有疑慮 但是你現在數據造假 我們第一個懷疑的是說 怎麼可以這麼久 你看1980到現在 那所以是公司裡面 官官相戶 還是包括整體的產業 整個政府的管制都有問題 是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那這個產品我們真的還能用嗎 你剛才講到這個祖籃 他在家電汽車裡面 都會用到這個材料 對啊 也就簡單來講嘛 你祖籃的數據造假 也許 未來是不是很容易燃燒 對啊 之類的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又在想說 那是哪裡的工廠 對 結果沒想到 包含日本自己的工廠也是這樣 對 因為他現在幾個工廠嘛 中國台灣 泰國嘛 台灣的工廠也這樣 泰國工廠也這樣嗎 對 日本自己也是啊 那就也不是地方性的問題囉 好 那當然你說道歉 道歉是應該的嘛 你發生這個事情 你這麼多產品的數據造假 好 但問題是你為什麼不遭回 他不遭回 你說沒有安全性的問題 而且他也不告訴大家 到底哪些產品當中 用到的這個有問題的東西 這就 這個就很麻煩了 而且你看 電視冷氣微波爐烤箱裡面 都有這些材料 可是你就不遭回 好 那我們實際上 這個時間那麼長 你看一九八年代到現在 然後數據造假 那我們就想知道說 未來我們還能信任 日本的企業嗎 是 還能信任日本的企業嗎 從小到大 確實我們只要買東西 只要是made in Japan 我們都被抱以高度的一個信賴 而且還要比較貴去買 你看喔 接下來你看 我們再往下看 我給各位看幾個 川崎重工 這個是全世界 數一數二的重工企業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他們怎麼造假 我整個資料看完以後 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 第一個 憑空杜撰 根本沒有的數據 剛才你說檢測數據 可能差一點點 對 那我就讓他過關了 憑空杜撰 你覺得可不可惡 憑空杜撰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客戶來嘛 你要做儀器嘛 對 撤給客戶看嘛 對不對 沒過怎麼辦 動手腳 就把它挪一下 這樣也行 這樣也行啊 我把它挪一下 動個手腳這樣子 這第二個 第三個是 我們常常在講什麼 取得認證 對 取得蘋果產線的認證 取得intel認證 他其實根本沒有取得認證 他跟你說 他有取得認證 說謊怎麼行 那我們信任你嘛 你說你有認證 我們就不會再去查核 就是說你取得認證的 相關的標章什麼什麼 甚至他說 我直接什麼ISO 什麼什麼認證 我就有 川崎中工很大耶 我們怎麼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 我們就認為他應該取得 因為他就是 他做的產品 後來實際運作的時候 譬如說像我就看 他那個什麼 新幹線列車裡面 就有縫隙啊 很多人就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會出現這樣 才一個一個爆出來 包括日本治綱 指檢也造假 你知道他們造假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沒辦法 因為KPI要求太高 我如果 我也發現 我也知道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要改善的話 我全部東西都要重來 所以能力什麼 我就把數據 就檢測數據 我就改一下 便宜形式 對不對 那這個更誇張了 二手車商 實際上 你說幾個幾個造假 這些 其實我已經很難理解了 那這個二手車商 這個更扯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覺得 日本人的精神 應該不會這樣才對 他是二手車商 他要去 報這個保險 對 拿高爾夫球 外面套一個襪子 有沒有 尻那個車燈 為什麼可以浮報 就浮報 報更多的理賠金額 你可以想像嗎 黑心 而且這只是其中一個 他浮報的方式實在太多了 會不小心刮到 自己刮的 不小心把板金弄自己踢的 就這麼惡劣 好可惡喔 那為什麼日氣頻頻造假 我覺得這幾面有幾個問題 因為日本人 當然很重視幾個 第一個時間 幾點 新幹線從來沒有遲的 從來不遲的 對不對 幾點幾分準時準點 就是要準時準點 那個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那如果時間優於質量的時候 造假的可能性就 時間比較重要 那造假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再來一個他們發現 你知道之前Olympus出事 怎麼出事的你知道嗎 因為Olympus 假的啦 就請了一個外國經理人 覺得說我們日本企業 也要走國際化嗎 不要老是家族 找了一個英國的經理人 然後英國經理人就發現說 奇怪這些數據好像都有問題 這個有問題 就舉報了 所以他們自己找一個人 然後來挖自己牆角 對 那實際上你說其他人知不知道 都知道啊 沒有人會去舉報啊 所以家族企業不能隨便的找 因為在日本企業裡面 備份很重要嘛 關係很重要 即便你現在已經做到總經理 做到董事長 你是我以前帶的嘛 所以我 你是不是還是要尊重我 是 所以這種壓力之下 很多的造假 他們就把它掩蓋過去 那掩蓋過去以後 其實他們真的賺的錢嗎 沒有去彌補前輩 所弄下來的黑洞 所以你看Olympus這件事情 大家才發現說 嚇一跳 這麼多 到最後我總結 我想問的是說 那這樣我們到底 還能不能相信日本企業 對所以我們看到這次 是這個松下這個旗下的這個 松下工業出來道歉了 這個事情會怎麼樣蔓延 我們再來持續看了 我們來看到這個不約也同 非常多新聞圍繞在比亞迪 我們來帶您看到這個比亞迪 先是這樣一個驚悚的畫面 有一輛這個比亞迪廢氣的電動公車 大家都說這個電動車起火不得了 你看他一起火 整個整個停車場 全部旁邊的車都被他波及 然後大家就開始擔心比亞迪的車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但是我們來看到這個是應該是 整個影響會更大的是 歐盟啟動了對比亞迪 應該講對中國車企的調查 他說為什麼中國車 當然首先是中國車在歐洲賣得非常好 所以影響到了這個歐洲的車 他們的一個這個驕傲 所以我們來看他說中國汽車奇怪 你的價格為什麼都可以低百分之二十以上 你們到底是怎麼弄的 有沒有壟斷有沒有補貼 所以他們現在要調查 那這個歐盟直接講 他說他要去調查 他三家車企 第一家比亞迪 吉利跟上汽集團 那當然大家說 這就是鎖定比亞迪而來 因為比亞迪在歐洲的確賣得非常好 那到底比亞迪這些消息會怎麼樣 綜合影響他接下來的發展 對 沒錯 我們先來講一下 比亞迪最近來說 的確有一些產業上的亂流出現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們要這個在青島這個地方 有一個這個公交車 就是我們的這個算是公車 他們的停車場 但是他是有一輛這個報廢的這個公車 那是比亞迪的這個報廢公車 結果我們要停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突然之間他就自燃 那自燃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的火勢燒得非常大 結果沒想到 因為那一天剛好遇到這個風大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就往外吹 那因為他我們知道 這個主要電動車 他自己本身的這個電池非常高溫 所以燒起來說 那這樣風助陣馬上就燒起來 最後這個經過幾個小時之後 約莫是有八輛公車被燒毀 那其中有七輛被燒到只剩下骨架 你就知道說當時的火勢有多大 然後這個溫度到底有多高 那當然具體為什麼 比亞迪的公交車會發生這個意外 他們目前為止都還在調查 就是到底是電池出問題 還是哪裡出問題 目前為止這個中國官方 還沒有一個確切的這個證明 是什麼原因 那除了這個中國的這個公交車的 意外事件之外 我們要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知道這個比亞迪 它在歐洲的車子 這個特別是電動車 賣得還滿不錯的 它在很多國家 其實市占率都是領先 在中歐很多 在中歐跟東歐很多國家 都是領先的一個狀況 就是這個當然惹怒的這個歐盟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歐盟過去一段時間 車子他們最重要的這個產品 德國 法國 那都是很重要 意大利都是產車大國 所以他們就要求說 調查一下中國到底怎麼回事 那個因為他們目前為止 根據他們調查的結果就是 中國的這個電動車進口過來的話 這個價格都比我們低那麼多 那到底是什麼回事 你們到底是這個上汽 比亞迪跟吉利 你們到底是怎麼樣 你們是有這個惡意 這個傾銷到我們歐盟 這樣一個狀況嗎 所以歐盟就在調查說你們 這個你們的價格 賣到這個歐盟的價格 跟你們中國的價格 到底什麼樣的差異 那如果假設是說 你們是刻意請銷到歐洲來的時候 他們恐怕會實施一個所謂的 這個懲罰性的關稅 用這樣 那當然會對比亞迪的 或是說上汽跟吉利 等等的車廠 會造成某個程度的壓力 但歐盟是要保護他們自己 歐洲產的車 對 沒錯 不過目前為止還在調查之中 他還沒有宣布最後的這個措施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最近 我們剛才不是一開始就講到嗎 這個鴻海的航運 現在已經幾乎中斷 那中斷的時候 那你說你貨運都沒辦法運 那車當然運不了 不過比亞迪 因為我們就曾經說過 他幾年前曾經自己在那邊訂貨輪 他講說你訂貨輪要幹什麼 現在看起來他訂貨輪真的還是訂對了 而且他訂了貨輪 不是真正存貨輪 是那種滾裝輪 他們中國叫做滾滾 滾滾船 滾滾船的話就是那種 運車的 運車的對不對 你下面可能這個下來的時候 這個艙門打開的時候 下面都是滾輪 然後你就直接把車開上去 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他這個比亞迪的 Explorer一號船 目前為止已經開始要起運了 那起運的時候 他載了大概5449輛的這個新能源車 要從深圳運往歐洲去 那我們當然我們保佑這個比亞迪 車能夠抵達 不要像這個公交車發生意外 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相信他應該能夠順利抵達 所以你知道這個算 對比亞迪來講的話 他自己籌組這個 他的這個算是滾裝輪 所以你知道其實比亞迪是 這個想得非常遠 好 那除了這個目前為止 在這個滾裝輪的新布局之外 他目前為止我覺得他的發展方向 跟特斯拉有點像 因為既然是從電池為核心的話 特斯拉最近也在發展 所謂的儲能跟發電的功能 他現在也推出一個全球最大的儲能項目 這在智利的這個 Oasis的阿卡塔瑪 這個綠洲公司 他們跟他合作 那這個其實就是儲能 儲能來說他可以提供2136個 他們叫MC Cube的這種所謂儲能系統 那這個就簡單的來說 他有點像電池 就把這個電儲進來 那我必要的時候 我把它放出去 讓你使用這種儲電功能 因為我們知道電很難儲存 他等於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像是一個很大的充電寶 對 就是說很大的一個充電 你要說他是行動電 類似這樣一個概念 那他總投資大概是10億美金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資歷的國家非常長 你在發電過去的時候送 因為你要發電送過去 找不到電都沒了 所以他們用這樣的儲電方式 其實是一個 他們國家是在發展 那你就知道其實比亞迪的發展 往儲電去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電動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核心的原料就是鋁 所以他們現在也跟巴西的 這個鋁礦廠達成協議 就是要投資約6億美金左右 要建立從這個上游的鋁礦 然後生產出鋁電子 一體化的這個工廠 好 那除了這個往上游 或是往這個周邊去佈局之外 比亞迪恐怕也可能即將來到台灣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最近在台灣註冊 還有非常多商標 我們之前曾經講過 他有一個最高階的品牌 叫做仰望 目前為止也在這個已經申請了 另外還有一個紙品牌 叫方程爆 目前為止也都在台灣登記 所以可能會落地到台灣 那在台灣的發展方式 其實是類似日本的方式 因為日本他們已經開始進軍了 他們有非常多的行銷點 所以我們看到台灣可能是 他第二個亞洲會來這個大舉敲門的 這個地方 順哥 他在日本賣得好嗎 目前為止還不錯 因為他們之前在東京車展 很多車展來說的話 算是很多日本人都非常的留意 他的這個車子的項目 我們具體的數字 當然要等他這個公布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們當進軍日本市場的時候 其實在東京車展 日本人對他的評價是還不錯的 所以看到這個比亞迪 來勢洶 歐洲已經賣到人家調查他 日本也已經切進去了 下一個是不是要來台灣 我們就來看了 好 那麼繼續我們帶您來看 提到車 這個很多男人夢想是超跑嗎 那你就去杜拜當警察 我們來看到杜拜的這個超狂的警車 他們這個超跑在路上 然後很厲害的車在路上 都是警察先生在開 因為他說杜拜有錢人很多 有錢人也是會超速的 有錢人都開超跑 所以我的警車如果很破爛的話 人家超跑超速 我怎麼追他 所以我們來看到杜拜他們的警車都很厲害 而且最近他們有一輛更厲害的警車來了 這也是警察先生開著要去抓超速去囉 好 那杜拜還有哪些非常厲害的警車呢 陳彥 當然你說第一個 他們的超這個警車這麼厲害 是不是真的 因為有很多的犯罪 他要去抓 我覺得倒也不至於 因為他們自己官方的講法說 這也可以促進觀光 很多觀光客到了杜拜 到了義大利看到這麼厲害的警車 跟警車合影 合影嘛 這個也是有助於公共形象 我覺得這個論點是真的不錯 當然這一台是這個 烏拉斯Performance 這個是藍寶基尼的 這個有點像休旅車款的 那這一台是真的很帥 這個在台灣 在路上你要看到也不容易 當然就在杜拜來講 你總不能用一台TOYOTA去追一台 藍寶基尼或法拉利對不對 那第一個 就杜拜來講這麼有錢 那添購一台這樣的警車 我覺得不為過 那當然我也立下志願 我要去中東考警察 那我就有機會開一台這個 藍寶基尼 好像比我買藍寶基尼更快 看到金髮美女就說 要把你帶回警局 一定要帶回去 而且要 調查一下 二十四小時要扣留住 對不對 那你看他這個整個四樣 就把它漆成這個綠白相接 那因為他們的警車的樣式 其實滿漂亮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違和感 你如果是那種黑白有沒有 上面還寫公安 哇塞 他整個落殘 那你看他這一個 這個車子 這個塗裝很漂亮 而且他有做一點修改 因為警察後面 是不是要有一些武器 對不對 你要放長槍 或什麼 因為真的有時候槍戰的時候 他還是需要一些配備用 所以他改裝了一個武器箱 對 就有一個機械箱你可以放 那還有一個 有時候遇到一些特殊狀況 你可能要這個 這個叫心肺復甦 心電電擊器 對不對 他有安裝 那這台大概一千四百萬左右 那不只杜拜 義大利 他們也這個持續的添購 這個 那現在已經有六台 已經有六台 那因為有些時刻 有些狀況下 他需要警察 能夠快速的移動 當然我們除了講抓捕罪犯 什麼這個之外 可是現在因為高科技執法 坦白講不用那麼麻煩 我講實在話 他現在高科技執法 你路上都有監控器 他跑到哪個定點 你那附近的警力 再過去就好了 是 所以你說是為了要追逐小偷 這個理由 其實有點牽強 而且高速的警車追逐 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意外 所以他這台車拿來做什麼 運送這個移植的器官 非常合理 對 非常合理 因為那個時效性很重要 V8引擎 你想想看 0百加速才3.5秒 極速可以到306公里 就是要做這件事 所以他們這個超保 是救人用的 對 那當然有 超保 你剛才講他有能力 他有實力 他去添購 那這個很有趣的是在捷克 警方沒收了一台法拉利 就沒收 因為你這是罪犯的 就沒收 沒收我們就把它變警車 好像很酷 他們不只有法拉利 什麼BMW什麼 我看他們沒收了很多 沒收很多車來當警車 對 都拿來當警車 這很有趣 然後稍微改裝一下 做一點塗裝 我覺得其實蠻不公平的 因為我從杜拜這樣一路看下來 義大利到捷克 他們的警車都好漂亮 就是說他的警車 你看那個塗裝也很迷人 有沒有 捷克這一台 所以即便是法拉利 做了塗裝 你也沒有違和感 那阿布達比這個警車更狂 你知道頭燈 竟然有220顆鑽石 這一台是超級超跑 王命關頭7裡面有登場 這是警車 那一台應該在王命關頭7裡面 就是從那個大 好像是高樓裡面 他把它開出來 他們想辦法弄到的那一台車 我記得 很稀有很稀有 因為這台要超過1 跟上面有鑽石 那萬一掉一顆 掉一顆 那就整台都賣掉 很可惜 因為我不喜歡有缺點 對不對 所以一台要上億 這一台極速可以到385公里 所以大部分這種超廣警車 我們大部分在歐洲 或是中東看得到 但有趣的是我們看希臘這一台 這台警車 你也不要這樣走 你也不會搞太可愛 而且重點是時速才45公里 那你到底有沒有要追歹徒 你給我講清楚 對不對 這個跟希臘的生活風 有很大的關係 慢慢的 他們最慢可能也走慢慢的 然後那個歹徒過去說 你不要追他 因為我們這個時速只有45公里 你就讓他過去吧 對不對 但是你看 我覺得跟整個希臘的氛圍 因為這是學田 Amy警車 電動車 他其實是拿來巡邏用的 那因為當地這個哈爾基島 他的路其實也不寬 然後實際上你也不用真的快 而且要方便停車 因為這個車體很小 那這台車實在是太可愛 所以你要講說 他是要去追歹徒什麼 到底不是 就執勤巡邏 那這台車自從被選定為 官方的警車以後 據說觀光客到了狂拍照 而且很多人都說 要買這個電動車 因為很可愛 這是希臘的佛系執法 所以有一個很可愛的小警車 2024年日本怎麼投資 跟著巴菲特就對了 我們有請朱老師 大家都說這個 這個臺 2024年的一個日股 應該會變成股匯雙漲 你看他的一個日經指數 已經來到三十四年的高點 然後你又看到他的日元 好像感覺好像有點強起來 沒有錯 這要說到日本投資 大家一定會想講到巴菲特 來 我們過生日的時候 你會幫大家 幫自己做一個特別的事情 要把吃大菜 要買個東西犒賞自己 可是巴菲特 這個在他九十歲生日 也就是二零二零年八月的時候 許願買了日股 當初這二零二零年 這五大日本商社 這是他自己說的 不是我瞎掰的 他說我的生日 我就去買生日 五家日本公司 結果 巴菲特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沒有錯 九十歲 整數大壽 你看到 果然不讓他失望 這個只算二零二三年 我們剛說他買的時間是二零二零年八月 那時候是不是疫情還很嚴重 市場都很低的時候 他就進去買這五大商社 所以這五大商社 如果算到目前為止 最少一倍起跳 最多超過三倍 他的生日禮物好大 對 因為讓他賺了幾十億美金 而且你以為就只有這樣子而已嗎 那你就太小看他了 因為這些錢還不是從他口袋裡掏出來的 他是在日本發日元債 用他發的債借的錢買了日股 厲害嗎 他拿別人的錢投資 賺的錢放自己口袋 對 從頭到尾 講難聽就要空手套白人 這太難聽了啦 買空賣空 當然他沒有賣 他持續在買 因為光去年十一月 他又再次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買到底來不來得及 好 這漲到重點了 因為去年日股漲幅全亞洲第一 我們台股已經算不錯了 日股漲二十八%多 台股是二十六%多 那今年到目前為止 大家是不是發現 大部分國家 包含台灣在內都疲勵勵 可是剛剛我們前一頁有沒有看到 日股持續創三十四年來新高 今天早上又衝過三萬六千點 還在往上衝 日股真的 全世界股市裡面 唯一到目前為止 一直都沒有再創新高的 因為他們的歷史高點是一九九零年 就算中國再爛 人家之前零幾年的時候也創過高了 他們居然可以三十幾年沒有創高 因為他失落很多年 但他現在可以救回來了 對 我們剛剛說了 他歷史高點將近三萬九 現在是三分六千多 所以有人在猜 今年搞不好就有機會 歷史新高 好 那當然 你要能夠再持續往上漲 因為我們說他去年漲很多 那今年總要有利基點 對 今年其實日本會有兩個利基點 第一個已經開始實施了 日本政府獎勵民眾投資 免稅額提高一倍 現在日本個人 他是以個人 不是家庭來算 每個人有三百六十萬日元的免稅額度 因為我們在台灣 因為我們沒有所謂的資本利得稅 我們不知道這種痛 像你在美國投資 你賺的錢最高要三成 被政府抽稅抽走 你賺來的差價對不對 對 你的利 就獲利的部分 獲利的部分 要繳稅給政府 其實幾乎所有國家 連中國大陸都有 資本利得稅 我們台灣沒有 所以他這個免稅有一口氣提高一倍 三百六十萬合台幣 其實幾萬聽起來不多 可是你不要以為日本人很有錢的 日本一般人其實都不是很有錢 而且我如果一個家庭夫妻兩個人 我就等於有Double的額度 所以這當然是第一個利基點 第二個大家比較少注意到的 今年九月日本的自民黨要總裁改選 大家也知道現在岸田的聲勢很低 如果他想要繼續連任的時候 政策牛肉拿出來 對 這不就我們之前在講這個選舉行情嗎 所以日本日股有沒有機會漲 至少到目前為止 日股漲幅今年到目前為止 是全世界第一名 很有機會 真的是有機會 那而且現在你說進去會不會太慢 不要忘了還有一個日元 本來在去年年底 我們看到日元好像有一波回升了 已經對美元已經來到140 可是最近又貶回去了 因為美國現在又跟你說 好像我沒有要立刻降息 所以日元貶回去 這不就再次 我車子賣下來讓你上車 另外一次機會 你還不上車你要等什麼 所以給大家看到 近期我們組了幾個亞幣的漲跌情況 我們看到下面是我們對應的是美元 我們看到紅字的部分就是貶值的情況 大家有沒有看到日元這一波又貶的比較多了 我們都只注意到台幣好像貶蠻多的 日元其實貶更多 好 如果你再對應到2023年去年的情況 台幣對美元去年幾乎是打平 可是日元又貶了這麼多 所以你回到巴菲特的政策 我當初借了日元 可是我算了一下 這三次年來日元貶的至少三成 我借日元日元貶三成 表示我如果未來要還錢 我是不是賺到這會差嗎 對 就算沒有升值 反正我借日元到時候還日元 我也不會有匯率的問題 對 所以巴菲特真的兩頭賺 他又賺到了這個股價的資本利益 又賺到了匯價他的一個匯價 對 所以說我們難怪人家都說他是股神 全世界公認他就是股神 真的太神奇了 好 真的我們就不用羨慕人家 我們自己也有機會去賺日本的錢 來 當然你要直接買日本基金 日本股票是比較難一點 但是也不是不行 你透過負委託其實還是可以的 但是大部分投資人會選擇買日本基金 對 事實上我們在去年底 我們也講過相關的議題 所以我們再給大家看直接的數據 我們先看到這個 如果你直接去買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直接用日元買的時候 你要特別去注意到一個數字 我這邊給你兩個報酬率 用日元買看起來報酬率不錯 對不對 可是你換算成台幣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報酬率一差差了將近一成 所以我們到底應該用台幣買 還是用日幣買 剛剛不是已經給你答案了 剛剛我們看到去年因為台幣幾乎是打平 可是日元貶值 所以你看到日元報酬高 可是換成台幣 你的報酬是低的 但是你看到近期 好像不錯 可是我們如果再給大家看到 下一頁的這個表 看起來是很像 如果我們今天不管你是什麼幣 反正我就去買日本基金的時候 對 他有沒有看到 真正跡下好的 去年跡下好的是什麼 後面都是鎖定美元的 美元的 對 因為去年日元比美元強 對 所以你如果去年鎖定美元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報酬率比 剛剛你買日元的還要高一點 那我們現在去要用什麼買 所以就在告訴你 當日元弱的時候 你當然不要用日元買 可是現在日元有可能轉強的時候 所以你應該用日元 我們就應該要用日元買囉 所以你看到是不是近一個月日元又弱了 所以你看到 用鎖定美元的報酬率高 可是我們剛剛前一頁看到的 我是用日元買的報酬率相對是低的 對 所以當我們預期 因為現在全世界普遍認為 今年日元一定會升 譬如說日元現身神雲英姿 就跟你說